And now we have a heart line from Yi Yong in China 敬爱的师傅 您好 疫情时期 美好的无上师电视台每天陪伴着我们 一次我在打坐之中 看见一个高塔 塔尖上是一朵发光的水晶大莲花 塔身通体都是白色水晶 走进去宛如一座水晶宫殿 我进入某一层 原来是一个大餐厅 里面有好多人 大家一派祥和气氛 正要举办纯素餐厅的开业典礼 当司仪上台致辞完毕 外面突然鼓跃齐鸣 水晶般的莲花光芒四射 只见空中飞来两位仙鹤 嘴里各弦一个画轴 与门左右两侧 近视一幅对联 大家正要看时 忽然想起一身清脆的长鸣 飞来一位金翅大棚 嘴里叼着横批画轴 只见上脸写着 末节时 发红愿 愿世间众生脱苦海 下脸 黄金年 愿圆满 满乾坤佛子归家园 横批 同灯法传 这个内在体验让我坚信 慈悲的佛菩萨一直不断地在引领有缘的孩子们回家 师父的纯塑世界梦想就是我们的梦想 不能放弃拯救世界的愿望 祈祷纯塑世界 世界和平实现 中国 御荣 to animals or to this world the venerable Dharma Master Chang Yen Vegan We welcome your heartlines, stories, and or cute loving animal people clips please send them via suprememastertv.com forward slash heartline